而且啊 他们那个 这个公安局 忽视那个公安局那个大楼 刚才说 不是给炸了之后 也有人这个提出疑问吗 哎 当时其实已经有人怀疑 说这个政责 有人说他是大骗子 假搞伤 而且当时的这种疑问 这种传言 已经下的 有的这个中了标的建筑企业 想撤了 觉得这事是不是不得靠谱 可是要没了这些建筑企业垫底 那你这 政责他还玩个什么呀 于是乎 他又得忽悠啊 听说是内蒙古 就是胡河浩特那边 有名的内蒙古这个饭店 金鼎大帐 感觉是成吉思汗的地方 金鼎大帐 他请这些建筑施工单位的领导吃饭 还托了一个当地的政府的领导 听说是在这个九席之上啊 啊 这个领导拍着这个正责的肩膀 跟大家胡说 跟跟跟这个 呃 在座就说呀 说 小正啊 很有实力的嘛 哎 你们应该信得过呀 领导拍着肩膀 跟大家说这话 可是 这也不大好使啊 你这个楼项目是立起来了 可是呢 楼一建也建不起来 钱你也弄不来 所以呢 他这个慢慢的啊 也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更何况是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这么着才开始查他 在近两年的追捧和质疑后 2007年2月2日 郑泽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 被公安机关刑拘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从公安机关的调查来看 头顶无数光环的假港商郑泽 竟是湖北某农场的木匠 真名王细牛 哦 港商郑泽 这底儿给翻出来了 原来是王细牛啊 1958年生人 生在哪呢 湖北黄梅县 龙杆湖农场 这么一个地方 13岁那就学木匠 19 就是上过五年小学 对吧 1974年 在这个农场啊 当这个木工 所以人称王木匠 这么一人 为什么这爹妈给他起名叫个细牛呢 据说是当地的一个习惯 就说一个孩子 要起个牲口的名字 起个牲口的名字 这孩子好养活 但是呢 好养活呢 他将来不好行骗呢 王细牛呢 呃 成长起来之后 呃 深深的感到自卑 觉得这个名字太吐气 于是乎呢 他先后给自己改过六个名字 你看 在外闯草荡 六个名字 王细牛 王亚伟 王世伟 书冰 王伟 郑泽 而且你看他这履历 在农场 1974年吧 他干了十年 1984年 跳出农场 闯世界 开过舞厅啊 汉兵场啊 开过招待所 开过酒店 一无所成啊 那是官司缠身 而且呢 他还曾经 1998年9月 因为涉嫌 虚报这个注册资本 被这个南京的警方刑拘过 后来呢 是取保候审 然后呢 他这个最近的身份 要说 还是跟我的家乡有关 说2000年 他到河北省石家庄市 签了假户口 改名 郑泽 顺带着呢 还把自个的年龄改小了 改小11岁 而且呢 这王木匠 真是挺神 他呀 每换一个名字 就注册一个公司 这还不算 每换一个名字 注册一个公司 还就娶一个老婆 这么着呢 六个老婆 头一个 那算是登记的 其他五个呢 那只能算是二奶 二三四五六 而且呢 这二奶呢 还真是 这个这个 骗子的DNA 比较好使 四个老婆 都给他生了孩子 那他原来 所谓注册的这个公司啊 就是一个 一万港币注册资本的 这个什么精英啊 说什么国际投资 什么大集团 三无啊 没有办公场所 没有什么那个办公人员 根本就是一三无公司 他就是整这个事 那你说 这么一小木匠 啊 他就最早 身无分文的 第一桶金 从哪来的呢 这个呢 我们没有得到什么 很权威的一些消息 但是有一个 未经证实的 大家可以当个故事啊 听一听 就是他出了事之后 网上啊 出了一个帖子 这个帖子的人 声称 他十七八年之前 跟这个王犀牛啊 打过交道 他可以讲讲当年 他这个发家的故事 所以 就是这么一个消息来源 这位元兄讲了 说是十七八年前 在江西九江 这个王犀牛啊 搞了一个叫什么 寻神乐园的 这么一个餐饮娱乐公司 他这公司怎么搞呢 他呀 收这个叫做用工保证金 就什么意思呢 就本来 他肯定也是空手套白狼 弄来这钱注册 成立公司 成立公司 他钱从哪来呢 招员工嘛 每个员工要交这个保证金 当时他这规定 比如说副总经理 要交一千块钱 办公室主任 就写帖子 这人就说 他就是当时 这个乐园的办公室主任 还有些这个办公室主任 和这个各部门的 这个分部门的经理 交五百块钱 一般员工呢 交两百块钱 你要想到 他光把这些员工交的钱揽在一块 在当时不得了啊 那十七八年之前 九江的那个政府干部 一个月工资也就一两百块钱呢 所以这些帖子这人就声称是当年他这办公室主任 他就回忆啊 说是 整个这个乐园 这什么餐饮公司 就办了两三个月 这个王细牛啊 就溜了 在这两三个月里 他唯一记得的 就是这个王细牛只跟他们 就管理人员和这个员工 所谓的啊 开过一次会 讲话不超过十句话 来了就说 这王细牛什么打扮 披着一棉大衣 塌了一棉拖鞋 讲话也不是讲什么公司发展的管理 满嘴就是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就是威胁直言 而且呢 到后来两三个月 这人没了 没了之后呢 很少有员工 拿到了这个 这个当时交的员工报证金 这不就是个骗子吗 而且 更让这位人凶感到可恼的事 说当时这乐园 招了几十个女孩子 很快 就这王细牛 他就挑了一个 这个个最高 长得最白的姑娘 拖上了他的床 这事让我们极其挫火 所以你看 这个现在在网上 关于这个王细牛的故事 大家调侃的也很多 有人说了 赵本山把人忽悠瘸了 王细牛把楼忽悠平了 要不说就得着他得在忽视出事呢 他那个头一个字不都是忽吗 这大忽悠 可是这么样一种忽悠的这个方法 这么样一个人 上过五年小学文化这么一木匠 怎么就这家伙纵横西北 怎么就能有那么多人信他呢 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一木匠 有多大道行呢 生就能忽悠俩地区的政府啊 哎 这就 这就 这就